有钱没钱买辆新车好过年 岁末年初也成为中国大陆车市的高峰期 只是想在虎年开新车不但得要等 荷包也会大缩水 就市场就这样难 因为资源太少了 极少 超得超越 没有之外 全年的配额的话也能多少 汽车供应链短缺 冲击全球车市 各种车款产量少 偏偏202亿中国大陆的车市还特别旺 摆脱连续三年的衰退 前11个月就卖出2300多万辆车 比起2020年同期增加4.5% 更让车价贵到让人 几乎下不了手 为什么会在这个苏果年初的这个时点 发生出这样的事 而且我们观测到 现在目前您用加价来行动这些车 可能还是汽车消费升级之后 偏中高档的这个车型 那么他因为考虑到是边际需求 就要在苏果年初拿到车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诉求的背景之下 有这样的一系列 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加价行为 需求加上成本高涨 在加价因素当中 就占了至少七到八成 况是汽车的主要原料钢铁 就上涨了25% 成倍翻涨的车用晶片 更是让车价怎么也降不下来的重要原因 比如说一个小芯片年初三块钱 最高涨到1500 对1500块钱 三块钱到1000 而且我告诉我1500块钱还买不到 一个车才需要的芯片 不只是一片两片 几十片的芯片 那它得凑齐了才能产一台车 所以对全球还有国内的 这个汽车的产量来讲 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这个抑制的过程 尽管晶片原料不足 新能源车款在今年 依旧特别受到欢迎 我也是亲自试了以后 这些功能感觉好 包括这个 我买的就是这个绿色 然后外观也比较个性 它在用电的情况下 还是确实比较省的 基本上也就在七八分钱 一公里 所以说相对我以前的燃油车 还是继承了不少 预估2021年 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销售 可以达到340万辆 比2020年增长1.5倍 今年更是上看500万辆 智能电动车的逆势增长 带动国内市场 也带动出口 成为了今年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它比传统的油车 更加贴近一线消费者的 一个消费倾向和偏好 包括它的智能化的发展 包括它网量化的一些趋势 也都是才在他们 技术的布局当中 尽管智慧能源车 是中国大陆未来汽车的 当红炸子机 但车用晶片短缺的考验 是比一般燃油车的门槛 还要更高 汽车芯片的使用量是 几百颗这个数量级 而新能源智能汽车需求量 会达到1500颗 甚至2000颗这个水平 目前每辆普通汽车 平均的晶片价格 是350美元 高档的智慧电动车 晶片价格可以超过1500美元 尽管成本大幅增加 但是车商得跟着消费趋势走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需求 到了一个快速爆发的一个阶段 直接促使了我们这个车企 会把它有限的资源 去投入到市场需求 更旺盛的这个产品上 中国大陆为此力拼晶片制造 准备砸下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推动科技自主 要减少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 中国大陆野心勃勃 立志成为绿色汽车的 最大生产国 据别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